PTT网友又炸锅了 因为林志坚28号在发表签字声明强调原创 还说自己台大信箱被删除 所以论文部分资料已失 网友截图台大官网公告打脸 除非被退学或外籍生离销 否则信箱永久保留 论文们加上球场们 不管林志坚怎么解释都无法直写 甚至越澄清脸越肿 其实最伤他自己的就是 他没办法讲清楚 因为既然论文都是你写的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讲出里面的章节内容 可是他做不到 真正对林志坚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棒球 林哲轩受伤之后 他们会发现原来之前讲的林志坚五星市场 造成的五星市政五星球场五星公园 原来都是假的 应该我们社会的智慧 社会的判断其实已经出来了 不要挑战你社会的智慧 未来一阵子大家陆续发现以后 这是共识 资深媒体人李彦秋也整理出 不禁其林志坚回应 像是说没有指责于正皇抄袭 但论文这么像又强调原创 不就变相指责人家 一边指控国民党干扰学术 又要审定会召集人苏洪达回避 强调要台大还清白 自己又不出面解释 言辞行动不一很矛盾 让他感叹这根本是进到多重宇宙了吗 就连绿营自家人也看不下去 论文这是品格的问题 球场是能力的问题 我们担任公职 我们来竞选公职 最重要就这两件事 当这两样受到一些质疑挑战的时候 我觉得被质疑者 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完全是不及格 因为林志坚 怎么可以在论文门上面 自己把自己推向悬崖的地步 林渊却往里头去摘去跳 于是林志坚这个人已经被毁了 哪怕他当选 未来如果11月26号 他叫桃园市长林志坚 你想会有多少比例的人 不断地在论文门跟棒球门身上说 你就是这种人 过去林志坚就是年轻能力好 明日之心的代言人 但是随着论文球场双门夹击 解释说法一再被质疑 过去精心塑造五星市长人设彻底崩坏 就算真的挺过幻间风暴 未来政治路抄袭落跑标签 恐怕如影随形 华语新闻宋军林嘉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